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语 第2181章 麒麟商会 看 虚空塌陷 神灰爆战 高大男子这一道掌印 内运可不得神道法则 毁灭气息惊人无比 而面对这一击 苏伊毅力原地不动 唯有右手骤然扬起 当空一点 在其身后 足有千丈长的竹龙须影呼地发出一声灰色古老的龙吟 顿时 黑暗如木 遮天蔽日 天地万象 宛如一下子坠入无尽永夜中 高大男子的六十感官都被黑暗遮蔽 完全像变成了瞎子 棱子 再也看不到 再也听不到 而他的神魂和心境 就像刹那间坠入黑暗大渊中 而躯体则被一股无形的禁锢力量镇压 无法挣扎 无法动弹 一股窒息般的绝望无助之感 油染而生 刺激得他脸色大变 亡魂大冒 这是何等神通 在悬袍男子等人眼中 此刻的高大男子 就像中了定身术 身影停顿在半空 一动不动 连他施展出的那一道掌印都悄然溃散 这一切显得无比诡异 而还不等众人反应 看 苏毅秀跑骨当 横空一闪 一动不动的高大男子 身影骤然乍开 魂飞魄散 临死时都没有一点反应 像个没有灵魂的傀儡般 被轻而易举轰杀当场 众人都不禁惊悚 骇然失色 那高大男子乃是一位 造物镜大圆满层次的下位神 可在刚才 却像皮肤汗术似的 惨死当场 再看苏毅 毅立原地不动 头顶竹笼须影盘绕 弥漫出黑暗如夜幕般的光影 将天穷都遮蔽 那等凶威 诡异而令人心计 嗯 悬袍男子刚要说什么 苏毅身影凭空一闪 就朝远处掠去 我说了 若动手 必分生死 你们若要追杀我 那 咱们就不死不休 远远地 传来苏毅的声音 那些绝天魔停的神明皆震怒 正要追击 别追了 悬袍男子大鹤阻止 他脸色铁青 咬牙说道 那家伙不是苏毅 的确是竹笼一脉的强者 他之前所施展的 乃是竹笼一脉的独门神通 名幻寄业之墓 这等神通 只有身怀竹笼血脉的强者才能施展 根本无法伪装 可 他杀了温长老 难道就这么算了 有人愤然道 明知道他们来自觉天魔停 有敢挡着他们的面杀人 可见这萧姐何等凶狂 竹笼一脉的底蕴古老无比 这萧姐竟然敢杀人 注定有所依仗 深呼吸一口气 悬袍男子道 将此事禀报给宗门 由宗门来处置便是 他身怀竹笼血脉 又要加入青吴神庭 宗门要收拾他 自是亦如反掌 众人略意思寸 便点了点头 的确 若他们去拼命追杀对付 根本捞不到什么好处不说 反倒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威胁 太不划算 无愧是王滕师兄 考虑的就是比我们周全 有人笑着拍马屁 什么周全 只不过是不想拿咱们的性命 去冒险罢了 被叫做王滕的 悬袍男子摇了摇头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敢确定 之前捷运伞的确感应到了 迟迟见的气息 他目光环顾四周 或许 那苏毅就藏在这附近 只是我们不清楚罢了 此话一出 众人都不禁吓了一跳 还真有这种可能 谁会忘了那苏毅层是灵虚建筑和无边海建模一道玄的转世之身 以他的手段 要想藏匿起来 满过他们的感应 绝对不在话下 想到这 一些神明心中发毛 道 王滕师兄 那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无需忌惮 王滕自信满满道 我不怕他藏起来 就怕他不出现 走着瞧便是 那些家伙竟然没有追上来 一片荒芜人烟的大山深处 苏毅眉头微皱 有些意外 之前 他本以为对方会追杀上来 柔此 便可挑个隐蔽的地方 一举将对方灭了 从而把捷运伞抢到手 可谁曾想 那些家伙却根本就没追上来 罢了 以后再找机会 去抢了捷运伞就是 苏毅暗道 混沌九密 诞生于仙界本源混沌中 其中 排名第一的起源比最为神秘 自诞生于世之后 就消失不见 无人知晓其下落 只剩下一个虚无缥缈的传闻 天增刀排名第二 同样早在很久以前就被人带走 离开了仙界 迟迟见第三 如今被苏毅掌握 傅天舟 两一头 化戒尺分别被李福游的三位弟子掌控 因果书则被苏毅赠给了天算子 至于窃天沟和捷运伞 同样也早在很久以前就被人从仙界带走 连苏毅都没想到 捷运伞会落入绝天魔亭手中 独克 眼下既然知道了 以后苏毅自会将其夺过来 混沌九密虽诞生于仙界本源混沌中 可每一件都有着极端神意的威能 远不是一般的纪元神宝可比 向因果书连身为九炼神主的燃灯佛都垂涎不已 曾连续数次抢夺 而迟迟剑的杀伤力更是恐怖 以苏毅的修为 配合迟迟剑的威能 足可让他的战力提升一大截 愁彻 此剑无视空间距离 可化天涯之远于迟迟距离 堪称逆天 至于捷运伞 苏毅也曾听因果书谈起 知道此宝同样无比神妙 疑似能影响人的命术和气运 而只要和命术 气运 因果 宿命相关的大道力量 往往也最可怕 遗憾的是 苏毅现在为了不报物身份 只能选择低调 放那些仁义马 捷运伞都出现了 天增刀 窃天姑会否也在神域 还有那起源比 是否真的存在 若能将混沌酒蜜全部搜集到手 会否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 苏毅思存时 以启程继续赶路 两天后 已经能看到 在极远处天穷下 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巨城 巨城修建在群山之间 一眼望不到尽头 城池上空 映现出厚重的红尘气息 以观器之术观测 可轻易判断出 这座古城以屹立世间漫长岁月 城中无比繁华鼎盛 汇聚着上千万的生灵 否则 一座城池的气息 断不会那般灰红和浩大 天穷上都映现出滚滚红尘气息 此城就是春秋古城 南火神州赫赫有名的 一座顶级繁华之地 汇聚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强者 在此城到处能见到神与仙 去吧 西阳下 苏已挥了挥手 远臭 小猴子所画的小麻雀道 主人 我会一直在无边海等你前来 说吧 震翅掠空 呼啸而去 直至目送小猴子所画的麻雀消失不见 苏已这才收回目光 夜色快要来临 他打算进城后 先找个地方住下 明天再去报名参加春秋道会 春秋古城无比繁华 哪怕夜色快要来临 依旧有许许多多绚烂的道光滑破长空 从四面八方而来 直至抵达城门前 无论是什么身份 什么修为 都收起一身气息 步行进入城中 这是春秋古城的规矩 禁止任何人掠空入城 敢逾越者 杀无赦 便是神主 也不例外 这个规矩 是春秋古城的主宰 麒麟商会所制定 麒麟商会 号称神域天下三大传奇商会之一 底蕴古老无比 可追溯到神域诞生之初的年代 这个商会 遍布神域四大神州 背后站着的乃是麒麟神族 而麒麟神族 本身就是东盛神州的一个顶级巨头势力 位于南火神州的春秋古城 在最初时候 就是由麒麟神族的力量兴建 历经漫长的岁月变迁至 一直严存至今 这里 也成为麒麟商会在南火神州最大的一个据点 高安 无论是谁 无论来自何方势力 只要进入春秋古城 都会收敛许多 不敢乱来 毕竟 麒麟神族的影响力 遍布神域天下 比之一些顶级巨头势力都要强胜三分 值得一提的是 麒麟商会在神域的地位很特殊 从不掺和任何道统纷争 无比超然 这个商会的宗旨就是赚钱 其他的一概不掺和 此次前来春秋古城 苏毅也打算去麒麟商会走一遭 看看能否买到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疗伤神药 夜色来临了 春秋古城内华灯出上 璀璨如火龙 街巷上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喧嚣热闹 行走其中 到处可见来自不同族群的生灵 吆喝声 叫麦声此起彼伏 一派万丈红尘繁华如流水的气象 苏毅一个人行走其中 一观圣血 感受着那大街小巷上的热闹 眼神也不由一阵恍惚 他已很久不曾在一个人独自闲散地行走于尘世之中了 抛开那些恩怨是非不管 当一个人清闲地流连在这繁华街巷上 倒是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很快 他找了一家酒楼 临窗而坐 庸懒地看着街巷上来来往往的热闹景象 自饮自着 身心之地 一片静谧空灵 什么仙人 什么神明 只要斩不掉七情六欲 就割舍不掉这世间的红尘万象 苏毅喜欢这大好人间 哪怕不是在真正的人间界 可这滚滚红尘中 自有人是百态 自有数不尽的烟火器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语 第2182章 断剑 高处不胜寒 大到路上也太寂寥和孤独 唯有入室行走时 才能体会到那久违的喧嚣和热闹 尽管 这些热闹和喧嚣和自己无关 看 只要看着 就让人喜欢 偷得浮生半日闲 何妨毒捉醉红尘 苏毅安静地坐在那 畅快独卓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做 这酒楼内 到处都在议论和春秋道会相关的事情 显得很热闹 有人说 此次春秋道会盛况空前 吸引了来自南火神州各地的神明前来 有的是为了论道切磋 有的是为了加入某个顶级巨头势力中休闲 有的 纯粹是为了扬名立万 而在后天 春秋道会就会在城中央的御顶道场中拉开帷幕 届时 来自南火神州的多个顶级巨头势力 都会派遣大人物前来观礼 为的 就是邀请那些在春秋道会上大放异彩的神明加入宗门 告外 此次的春秋道会上 还吸引了许多天赋卓绝 实力恐怖的神明附会 毕竟 对这些神明而言 一般的修行势力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修行需求 也只有加入那些顶级巨头势力中 才能获得一个大好前程 在这些议论中 还有人谈起苏毅进入南火神州的事情 都在揣测 苏毅究竟去了何处 也有人分析 南火神州天下 早已暗流涌动 引发神域天下的瞩目 一切都因为苏毅如今潜伏在南火神州 对于这一切 苏毅并不感兴趣 也懒得去关注 相比这些嘈杂的议论声 窗外大街上的繁华夜景 无疑要更赏心悦目 直至一壶酒引进 苏毅起身 悄然离开 麒麟商会 虽然已是夜晚 可麒麟商会依旧无比热闹 足有千丈高的御楼宫灯高悬 流光一彩 当苏毅抵达 很快就被一位侍者热情接待 阁下需要一些什么 侍者是个娇俏美人 彬彬有礼 一些神要 最好是一些稀罕的货色 苏毅随口道 女侍者眼眸一亮 意识到来了个大主顾 当即说道 阁下请随我来 很快 苏毅在那女侍者代引下 来到了顶楼一座古色古香的巨大殿宇内 这里是专门为神明准备的交易之地 所陈列的宝物 也清一色都是神宝 诸如神要 神采 神兵 琳琅满目 这里的神要 可入得了阁下法眼 女侍者笑盈盈问道 苏毅目光扫过去 不得不说 麒麟商会 无愧是神域三大传奇商会之一 所卖的神要 无不是品相不凡的珍贵之物 当然 价格也极为昂贵 可惜 相比起来 这些神要 却远不如私命所赠送的那八十亿种神要 还有其他的吗 苏毅问道 她此来麒麟商会 是奔着市面上买不到的神要而来 女侍者一正 犹豫了一下 道 我麒麟商会自然不缺一些稀罕的绝世神要 只是 苏毅拿出十颗不朽神经 道 这是定金 女侍者焦躯一颤 道吸凉气 随手就能拿出十颗不朽神经的主 自然不可能差钱 须知 一颗不朽神经的价值 都抵得上一株品相不凡的神要了 阁下稍等 仍我去禀报一声 女侍者匆匆而去 很快 女侍者就回来了 她笑语焉然道 阁下这次来巧了 在我麒麟商会的宝华秘境中 正有一场交易会在举办 能够参与这次交易会的 皆是我麒麟商会的第一等贵客 之前我们商会的总管已吩咐 邀请阁下前往 读歌 小女子得提醒阁下 这一场交易会自有规矩 能否买到心仪的宝物 各凭本事 万不可坏了规矩 苏毅想了想 便点头答应下来 当即 在那女侍者的带领下 苏毅来到了 麒麟商会的宝华秘境中 这里小桥流水 楼阁林立 仿似是外净土 当抵达时 苏毅第一时间感应到 在这座秘境的暗中 藏有一些极其强大的造化镜 尚未神气息 我议 那些都是这座秘境的守卫 一座秘境 却让尚未神来看守 可见这麒麟商会的底蕴 何等雄厚 总管 那位贵客来了 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殿宇前 女侍着功声请示 快请 殿宇内 传出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 苏毅一正 这春秋古城麒麟商会的总管 竟是一个女子 思喘时 女侍者已带着苏毅 走进了大殿 大殿内灯火通明 中央地方是一座浴台 浴台上摆放着一个青铜盒子 浴台四周 则坐着十多道身影 模样不同 装扮不同 但身上都弥漫着一股 久居人上的威严 是啊 当苏毅走进来 顿时被那十多道目光盯上 当察觉到苏毅身上只散发出造物镜中期的修为波动时 一些人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 收回目光 可冷不丁地 却有一个身着道袍 满头赤发 眼无凹陷的老者惊讶开口 竹龙血脉 小有是竹龙一族的后裔 此话一出 许多人动容 竹龙一族 一个早在神域天下消失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恐怖族群 号称先天神灵的后裔 其血脉力量处于天下万族的最顶端之列 还真是竹龙一脉的道友 一道玉耳清脆的声音响起 苏毅抬眼望去 就见那玉台后方 位于大殿的上手位置上 端坐着一个女子身影 她一袭水绿长裙 柔血般细腻的肌肤在灯影下溢溢身灰 容颜虽被一面青纱遮掩住 可只从她那修长窈窕的体态 和绰约出众的气质中不难看出 这绝对是一个风姿绝代的家人 尤其是那一对幽蓝的眸 似深邃无垠的海面般 似能倒映出人心最优微的秘密 饶是苏毅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爵士家人 在这女子身上 依旧感到一种独特的风情 无议 这女人必然是这麒麟商会的总管 一个被春秋古城称作 启威夫人的神秘女人 此刻 启威夫人幽蓝的美眸 压然地看着苏毅 似发现了什么新奇稀罕的事物似的 独策 我名小姐 的确来自竹龙一脉 苏毅语气平淡回应 她此刻一身白衣 容貌和小姐一样轻瘦 身影熏狼孤俊 浑身带着一丝从容温润的书卷气息 小姐 启威夫人眨了眨眼眸 我记得古籍上记载 竹龙一脉的后裔都姓竹 阁下这恐怕是个假名字吧 苏毅不置可否 道 名字而已 无关紧要 启威夫人笑着汗手道 的确如此 阁下请坐 多谢 苏毅当即在最角落处空着的一个位置上落坐 可即便坐在角落处 苏毅依旧能感受到许多人正在打量自己 显然 自己这个竹龙一脉的身份 引起了那些人的兴趣 对此 苏毅并不在意 可让他意外的是 在坐之中 竟有他认识的一个熟人 风无忌 这家伙眉头紧锁 沉默地坐在那 一副心事很重的样子 魂不见以往的神采飞扬 在他身旁 还坐着一个不袍牢者 赫然是一位造化镜上为神 事实上 在坐这十多人 只从衣着打扮中 苏毅就认出 不少都是来自 顶级巨头势力中的大人物 诸如九旋妖亭 绝天魔亭等等 都是南火神州各地的 主宰机势力 反倒是苏毅 醉不起眼 独克 他那竹龙一脉的身份 也已引发场中许多关注 听说前不久十号 罗侯妖祖被困在一个禁区中 遭受重伤 生死不知 这封无忌此来春秋古长 莫非是为了此事 苏毅若有所思 罗侯妖祖 便是古族风氏的一位酒恋神主 也是李浮游生前的大敌之一 同样也是封无忌的祖父 前不久 罗侯妖祖被困某个禁区的事情 闹得南火神州轰动 连苏毅都有所耳闻 告癌 当看到风无忌出现在此 苏毅才会如此揣测 独克 他很快就不关心这些 这一场私密的交易会 已经继续进行 有试着在一侧听命行事 城上一件又一件 在市面上几乎见不到的稀罕宝物 诸如一些古堡残片 密传道经等等 五花八门 每一种都大有来历 引来许多大人物 竞相出价争抢 可目前为止 苏毅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甚至感到有些百无聊赖 诸位 我知道今晚 你们都是冲着接下来 这件宝物而来 我也不卖关子了 先让诸位过过眼 启威夫人微微一笑 让侍女将一个青铜河城 放在御台上 随着青铜河开启 一道寒光机舍而出 剑气森森 刹那间 整座大殿弥漫上一股 透着血腥气的剑翼 温度骤降 所有人浑身一将 几乎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感到彻骨的冷意 再看青铜河内 赫然是一把染血的青铜盗剑 剑风幽暗 冷芒涌动 四宝参过无数神血 以至于剑神都染上血色红袖 遗憾的是 那是一把断剑 可饶是如此 众人明显骚动起来 眼眸滚烫 死死盯着那把断剑 没烧尖是难掩的炙热和贪婪 而当看到这把断剑 苏已不禁微微一愣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剑道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玉 第二千一百八十三章 大手笔 这把道剑 名幻逍遥游 无边海七峡岛主义道玄的配剑之一 岂微夫人那悦耳的声音在大殿中响起 当初 易道玄被诸天大敌追杀 亡命天涯近千年之久 堪称神域历史上最长的一场逃亡之路 而在逃亡途中 易道玄多次遭受性命之危 历尽凶险血腥 游自被他斩杀多位大敌 在这些发生在逃亡路上的血战中 这把佩剑一直陪伴易道玄征战 直至易道玄战死 此剑一段为二 一落世间 说着 岂微夫人油然感慨 对世人而言 易道玄所遭受的这一场追杀 狼狈凄惨 惶惶如犬 可唯有了解内幕的人才清楚 在这一场追杀中 他那些大敌付出的代价是何等惨重 仅仅神主 便陨落一十三位 全部死在这把名幻逍遥游的道剑之下 苏已沉默了 他的心绪颇为异样 脑海中恍惚间浮现出易道玄 当初被追杀的那一幕幕景象 血腥 残寇 艰难 凶险 于生死兼争度 与一众大敌殊死较量 诚如其微夫人所言 在那一场追杀中 佩剑逍遥游 曾一直陪伴易道玄身边 人在 剑在 人亡 剑淡 但 易道玄从不曾为此抱怨过 那一场亡命天涯之旅 更被他视作一场磨练和修行 连佩剑的名字 都被他命名为逍遥游 使亡命奔逃如逍遥自在的游历 这般气魄 古今天下 有几人能比 可 苏义却没想到 在这春秋古城的麒麟商会 竟会再次见到前世的佩剑 哪怕此剑已断 可对苏义而言 这把剑却代表着一段血与火交织的难忘经历 一个鸣刻在自己前世的一个无法抹去的印记 这些往事已无须赘述 义道玄当初在风光 也早已殒命 到如今 他的恶名依旧在天下传扬 可谓臭不可闻 一个金袍中年淡淡开口 毫不掩饰对义道玄的比 苏义早看出 这金袍中年来自觉天魔亭 是一个造化镜上位神 独策 义道玄不止死了 还背负着千古骂名 现在这神与天下 年轻一代谈起义道玄石 谁不知道他是穷凶极恶的一代邪魔 据说他的转世之神苏义已经回来 如今就在南火神州 可这又如何 至今他也不敢冒头 其他人陆续开口 谈起义道玄石 都带着排斥和仇视的意味 苏义坐在那 神色自若 他很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毕竟当初死在义道玄手底下的那些大敌中 曾有这些人的师门长辈 岂微夫人沉默片刻 笑道 那就不谈义道玄 我也清楚 诸位之所以对这把断剑感兴趣 并非是因为此剑有多厉害 而是想凭借此剑 去找寻那苏义的踪迹 对否 众人神色各异 但都没有否认 苏义也是此刻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些家伙对逍遥有感兴趣 目的是为了抓捕自己 这让他都不禁感慨 这些自己前世的仇敌势力 为了第一时间找到自己 可着实煞费苦心 而一想到自己就坐在此地 而在座那些人却浑然不知 苏义就不禁一阵好笑 正字私存 岂为夫人以催生开口 这样吧 我出一个数 底价一百块不朽神经 每次加价不少于十块不朽神经 最终将由价高者得 这么贵 有人惊愕 一百块不朽神经 这对任何顶级巨头势力而言 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至于那些一般的修行势力 怕是把家底扒光 都凑不起这么多不朽神经 的确 这价钱太贵了 一把断剑而已 哪怕曾陪伴一道玄征战天下 可如今也只不过是沸铜烂铁 若非他在找寻那苏义时 能发挥大用 别说一百块不朽神经 就是白送给我 我都不喜欢 有人摇头 有人更是不满嘀咕道 岂为夫人 你这么做 和趁机载我们一刀有何区别 对此 岂为夫人依旧保持着微笑 道 你们若贤贵 大可以放弃 不过我可提醒各位 如今这神域天下的目光 都盯着南火神舟 谁都想第一个找到那苏义 而我相信 这世上注定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 去买下这把断剑 他语气不疾不虚 从容自信 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架势 这让许多人迟疑 犹豫了 我出两百块不朽神经 冷不叮地 苏义直接开口报价 众人皆错愕 目光纷纷看向苏义 似不敢相信 见过冤大头 没见过这么丧心病狂的冤大头 明眼人都看出 岂为夫人是在狮子大开口 可这小子倒好 不但参与竞派还一下子加倍竞价了 一只眉头紧锁沉默不语的风无忌 都不禁抬眼看了一下苏义 嫌疾 他摇了摇头又收回目光 好魄力 岂为夫人谋犯一彩 他也没想到 这个临时参与这场交易会的小姐 竟会这么舍得 可还有人竞价 他美眸如水 环顾四周众人 我出二百一十块不朽神经 有人一咬牙 进行报价 二百二十块 二百五十块 谈快 那些大人物像受刺激一样 陆续竞价 苏义云淡风轻道 四百块 众人 场面呼得寂静下来 人们面面相去 一把破剑而已 至于丧心病狂的拿出四百块不朽神经去换 这竹笼一脉的年轻人怕不是疯了吧 这一刻 一些大人物都不禁怀疑 这小姐是不是岂微夫人请来的托 故意来哄台竞拍价格的 年轻人 老朽很不解 你为何非要拍下这把断剑 那绝天魔廷的金袍老人眼神不善 冷冷看向苏义 莫非你一个造物镜的角色 也想去和苏义较量较量 声音中充满面试的味道 不妨这么说吧 这把断剑落入你手中 根本派不上用场 而你若妄图凭借此物去找苏义 和送死也没区别 有人更是斩钉截铁警告苏义 劝他放弃竞价 苏义暗自好笑 我自己的断剑 何须拿来对付我自己 只不过嘴上 他淡淡说道 既然是交易 就无需谈什么缘由 想拿下此剑 你们大可以来竞价 岂微夫人明显也有些不悦 道 这位削减小友说得不错 他人竞拍宝物 何须告诉尔等缘由 这里是麒麟商会 还请各位按规矩行事 否则 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他声音清脆悦耳 可此时却自有一股摄人微疑 众人心中一脸 顿时不敢再说什么 诚然 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顶级巨头势力 可在麒麟商会的地盘上 也得礼让三分 不敢乱来 气氛一时有些沉闷 剑彩 岂微夫人直接道 若无人家驾 这把逍遥游就归这位削减小友了 他喊 我倒是想看一看 他一个造物镜下卫神 能否拿出这么多不朽神经 金袍老者忽地笑起来 眼神冷利 若拿不出 他 苏义将一个储物袋扔在身前暗机上 顿时有一堆不朽神经滚落而出 堆积得像小山似的 在灯光下泛起如梦似幻般的不朽光泽 金袍老者的声音就此夹然而止 眼珠瞪得滚圆 其他人也倒吸凉气 这是四百块不朽神经 你要不要亲自数一数 苏义语气随意道 之前私命增赠他一千块不朽神经 虽然已炼化掉一部分 可身上有有近八百块 气氛再次变得沉闷下来 那些大人物们神色明灭不定 有震惊 有诧异 有不解 有疑惑 明显都被苏义的大手笔惊到了 倒不是他们孤陋寡闻 而是这整整四百块不朽神经 对他们这些大人物而言 都称得上是一笔巨富 除非向他们各自背后的势力求助 否则 掏空他们各自的家底 都不见得能凑齐 最难受的 就是那金袍牢着 苏义此举 简直就是在当面打他的脸 让他脸皮发烫 颇有些难堪 没有人注意到 其威夫人那遮掩在面纱下的红润唇边 浮现一抹浅浅的笑意 我也议他很乐意看到这一幕 无愧是竹龙一脉的神明 这等手笔可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其威夫人深深看了苏义一眼 若小友不介意 等交易会结束后 我愿以茶代酒 请小友对饮 众人神色复杂 他们哪会不清楚 其威夫人这是摆明了态度 要借用麒麟商会的势力去庇护那个萧简 就凭能成为其威夫人的座上宾 和她一起饮茶这件事上 就能让萧简在这春秋古城中无人感染 谁要想打她的注意 可就要颠懒颠懒得罪麒麟商会的后果了 可出乎人们意料 面对其威夫人的盛情邀请 苏义智随口道 到时候再说吧 我只喜欢饮酒 对品茶并不感兴趣 众人一正 其威夫人也明显感到意外 换作其他人 哪个被自己主动邀请时 敢这般敷衍 这家伙寒债啊 此刻 封无忌都忍不住抬头 重新打量了坐在角落出的苏义一番 这座派 倒是和苏义那家伙有点像 都有一种辟逆自负之气 敢无视在座一切人 封无忌暗道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玉 第二千一百八十四章 偷鸡不成 嫌疾 封无忌就暗自摇头 这萧锦虽然强势 可怎能去和苏义比 那可是一位赶部把神主放在眼中的矿石传奇 至于这萧锦 他无非也是依仗自身是竹龙一脉的身份 才敢这般骄横 很快断剑逍遥游就被苏义收入囊中 也算物归原主了 接下来 齐威夫人陆续又拿出一些在市面上见不到的稀罕宝物 可众人明显都兴趣不大 苏义趁此时机 倒是买到三种疗伤所需的绝世神药 又花费了近两百块不朽神经 这一幕 让在座那些大人物都看得一阵嫉妒和咽谢 至此 他们总算确认 这竹龙一脉的小姐 完全是一个不差钱的竹 才大气粗 豪横无边 这是一幅和吉殿魔窟相关的密图 出自我麒麟商会一位神主前辈之手 当麒威夫人说到这 苏义敏锐注意到 风无忌精神一阵 罕见地露出关注之色 而其他大人物看向风无忌的目光 则有些耐人寻味 因为在当今南火神州 谁都清楚古族风氏的罗侯妖族 遭受重创 被困在了那吉殿魔窟内 生死不知 而苏义也终于确信 自己的推测没错 风无忌此来 和救助罗侯妖族有关 多个他倒是没想到 罗侯妖族那老家伙 竟有胆跑去吉殿魔窟闯荡 那地方是南火神州 赫赫有名的禁区之一 不是一般的危险 酒恋神主前往 都是九死一生 这份密图 我要了 请起威夫人开架便是 风无忌很果断地表态 他还 决天魔庭的金袍 牢牢着笑起来 实不相瞒 老朽对这份密图也很感兴趣 可不会就此退让 风无忌脸色一沉 其他大人物则露出看热闹的神色 这世上 不是谁都想看到罗侯妖族活着归来 决天魔庭就是其中之一 原因就是 决天魔庭的开派祖师决天魔主 和罗侯妖族是死对头 两者斗了不知多少岁月 让决天魔庭和古族风氏的关系 也变得是同水火 若说罗侯妖族出是最高兴的 绝对是决天魔庭 风无忌也知道这一点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他意识到 有那金袍牢着插手 哪怕此次自己豁出去买下这份密图 也必然要大出血 底价五十块不朽神经 启威夫人微微一笑 大 每次加价不少于五块 一百块 风无忌毫不犹豫报出一个高价 金桃老者哈哈一笑 道 两百块 哎 风无忌怒目而视 牛魁老儿 你这是要和我古族风氏彻底撕破脸 小家伙 你态度客气一些 竟拍宝物罢了 谁都可以报价 你想要那份密图 就和我竞价就是 被叫做牛魁的金袍牢着笑咪咪开口 其他大人物神色玩味 牛魁这招狠损 最终只会便宜麒麟商会 可谁能不清楚 牛魁就是为了故意耳心封无忌 要让后者付出大代价去买下那份密图 除非封无忌放弃 但可能嘛 只要古族风氏要救罗猴妖族 注定将不吸血本 去拿下这份密图 三百块 风无忌深呼吸一口气 刚爆出一个数 牛魁就笑呵呵举起右手五指 道 五百块 牛魁 风无忌咬牙 眼睛都有些红了 面目猙獰 五百块不朽神经 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虽然他们古族风氏出得起 可为了一份密图 救下如此血本 无疑太亏了 五百块不行嘛 那就六百块 牛魁笑吟吟道 岂微夫人醋眉 似乎有些看不下去了 提醒道 阁下最好准备好足够的不朽神经在竞价 否则 一旦 不等说完 牛魁笑地打断道 岂微夫人放心 老朽心里有数 七百块不朽神经 风无忌咬牙切齿道 你若再出嫁 我保证 谁都看出 风无忌气急败坏 气到快抓狂了 可还不等他说下去 牛魁就挑衅式地说道 八百块不朽神经 我倒要看看 你们古族风氏会否因为 另吸一些钱财 就放弃去救助罗侯妖族 他 风无忌气地拍安而起 眼神中尽是毫不掩饰的杀鸡 牛魁老儿 你这是真活腻歪了 牛魁气定神贤地坐在那 笑道 年轻人 还真是沉不住气 这里可是麒麟商会 岂容你耍横撒坡 岂微夫人叹道 风公子还请息怒 风无忌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可最终 他颓然坐回原处 是的 他无法放弃那份密图 可就在这一瞬 风无忌而盼响起一道传音 我手中也有一份和极电魔窟 有关的密图 你若需要 只需给我一百块不朽神经便可 风无忌心中一阵 听出这是那个削减的声音 我该如何相信你的话 风无忌不动声色 传音回应 我一个外人 总不至于在这等事情上骗你 这对我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不是吗 苏毅饮了一杯酒 他有些看不下去了 风无忌兴许是太在意那份密图 完全被那个牛魁任凭拿念 而出于曾和风无忌相识一场的情分上 再加上对着牛魁也疏无好感 苏毅倒不介意趁此机会 帮风无忌一把 年轻人 开你竞价了 牛魁笑呵呵提醒 你放心 老朽可不是赶尽杀绝之辈 你若真爆出一个天价 老朽也只能将这份密图拱手相让了 其他大人物神色都露出同情之色 这风无忌明显已经被牛魁拿捏得死死的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 却见风无忌面无表情道 罢了 我不竞价了 这份密图让给你就是 大电气氛猛地变得死寂下去 众人恶然 牛魁脸上的笑容凝固 他似由不敢相信 道 你可想清楚了 这份密图关乎罗喉妖祖的生死 你确定要放弃 看着这老家伙惊恶失措的模量 风无忌内心呼得感到无比痛快 忍不住笑道 我不只想清楚了 并且无比明确 这份密图和我无缘 活该归你牛魁老儿所有 众人 牛魁那张老脸则 一下子变得铁青无比 虚发怒章 急欲吐血 擦 被这小东西给阴了 若你们古族风是知道 你放弃了这份密图 那等后果 你怕是承受不住吧 牛魁脸色阴沉开口 我族的事情 与你何干 风无忌内心愈发舒爽 笑容灿烂 不过 我倒是得趁此机会 恭贺你牛魁老儿一生 花费八百块不朽神经 成功将那份密图收入囊中 众人唇角抽搐 神色怪异 牛魁则气得狠狠 一巴掌拍在安吉上 咬牙道 小兔崽子 竟敢看我 风无忌挑衅道 怎么 你这是要耍横撒野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其微夫人 若有人拍下宝物后 拿不出足够的钱财 当如何处置 其微夫人眼神怜悯地看了牛魁一眼 这才说道 按麒麟商会的规矩 若发生这等事情 就只能进行延长了 什么延长 风无忌饶有兴趣道 其微夫人笑了笑 道 违约着 需要十倍补偿 补偿不了 就血肯 就血肠 轻描淡写一句话 让牛魁一张老脸都黑下来 内心慌的一批 连忙道 其微夫人放心 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必会凑齐足够的不朽神经 说着 他心都在躺穴 愤恨欲狂 只恨不得扑上去 一把掐死 风无忌 那气急败坏的模样 看得众人都一阵怜悯 对 这就叫偷鸡不成十把米 把自己也给坑进去了 而牛魁根本不敢反悔 得罪了麒麟商会 便是他背后的绝天魔亭 都护不住他 来人 把这份密图 给牛魁道友送过去 其微夫人吩咐 牛魁神色颓然 无地自容 看着那送到自己面前的一份密图 眼神都有些呆滞 风无忌则忍不住 吭哧吭哧笑起来 痛快 实在是痛快 他忍不住抬眼 看了一下 坐在角落处的苏毅 心中暗道 这竹龙一脉的哥们真不错 能抽 接下来 交易会继续上演 但众人都已没多少兴致 其微夫人见此 当即宣布结束 这一场小型交易会 萧道友 你不喜喝茶 我这里同样有外见 难寻的白果神酿 乃是我麒麟神族独有的好酒 你要不要尝一尝 其微夫人再度发出邀请 苏毅一正 正要说什么 却听一道大鹤声猛地响起 且慢 牛魁猛地起身 面容森然 猛地一指苏毅 道 两天前 你是否杀害了我 绝天摩亭的下位神温龙 众人皆惊 这小姐竟还干过这等事情 温龙 苏毅随口道 我不清楚你说的是谁 多个 两天前的时候 我的确杀过一个不长眼的混账 应该就是你们绝天摩亭的人 众人 这家伙就这么云淡风轻地承认了 果然是你 牛魁面露杀机 沉生道 其微夫人 此事已牵扯到我派和此子之间的血仇 我希望 在离开麒麟商会后 你莫要再庇护此子 众人凛然 都看出牛魁彻底怒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玉 第二千一百八十五章 疑云 风无忌禁不住道 可笑 不问清红皂白 就要对萧锦道友下狠手 你们绝天摩亭是不是太霸道了 古族风是原本就和绝天摩亭是死对头 再加上苏语之前曾答应 跟风无忌交换一份和集电魔窟有关的密图 他自然毫不犹豫站在了苏语这边 他 不管什么缘由 敢杀我绝天摩亭的人 就必须以命偿命 牛魁面容铁青 之前 他已被风无忌坑了一把 早憋了一肚子火气 现在又得知 萧锦杀了他们绝天摩亭的人 一下子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怒火 彻底爆发了 大殿内的气氛 也顿时变得剑拔弩张 唯有苏语坐在那 淡然从容 只要身份不暴露 其他的事情 他根本不在乎 更别提 这里是麒麟商会 断不会让牛魁肆无忌惮出手 果然 就见其微夫人起身 眼神清朗道 你们之间的恩怨是非 我麒麟商会不会掺和 但无论是谁 只要在我麒麟商会的地盘上 便是我们的客人 等 牛魁神色一阵阴晴不定 道 其微夫人放心 老朽心中自有分寸 不会在此地动手 在春秋古城也不行 其微夫人毫不客气 威仪十足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 一下子 牛魁的脸色变得格外难看 沉默许久 他呼得扭头 眼神冰冷地看向苏语 消息中说 你此次前来春秋古城 是要参加春秋道会 不错 苏语坦然回应 他 那咱们就走着瞧 牛魁一字一顿道 我保证 你会死在春秋道会上 说吧 他拂袖而去 众人见此 都不禁意识到 牛魁杀心已决 竟打算在春秋道会上 对苏语动手 而要知道 但这春秋道会的规矩 论道争风时 生死误论 连麒麟商会都无法插手 因为春秋道会本 就是由麒麟商会举办的 规矩自然也是 麒麟商会制定的 诸位若无奇的事情 还请散去吧 启威夫人淡然开口 下了逐客令 嫌疾 他又补充了一句 萧道友还请留步 这一次 苏语没有拒绝 他倒是想看看 这神秘的麒麟商会总管 究竟想和自己聊什么 道友 我在城中 观星楼宫候大驾 风无忌临走前 传音告诉苏语 很快 大殿中只剩下 苏语和启威夫人两人 连侍女都被驱散离开 灯影摇曳 启威夫人不履轻盈 镜子来到苏语对面的坐席上坐下 那裁剪合体的水绿色的长裙 趁得他肌肤愈发娇嫩柔白 一一身辉 所谓家人 一贫一笑 一举一动 无不及尽严态 风情万种 启威夫人就是这样一位绝代家人 她取出一壶酒 隔空递给苏语 道 道友且尝一尝 我麒麟商会这白果神酿如何 苏语接过酒壶 却并不饮用 而是直接道 还是等谈完事情 再饮酒无妨 岂微夫人眨了眨幽懒若 深邃大海湿的美眸 道 也好 只是 我现在不知道究竟该称呼道友是小姐 还是 苏语为好 一句话 平地起惊雷 苏语愣了一下 道 苏语 岂微夫人凝视着苏语 眸光盈眼 道 道友无需担忧什么 我麒麟商会自古至今一向不理会事实纷争 这一点 道友应该也最清楚 所以 你也无需掩饰自己的身份 苏语皱眉道 我很不解 你为何会认为 我就是苏语 岂微夫人笑道 难道不是 是吗 苏语反问 岂微夫人沉默了片刻 呼得笑语焉然道 是不是都无妨 我留道友在此 只想告诉道友一件事 愿闻其详 苏语道 若阁下以后有机会见到那苏语 不妨告诉他 倘若遇到化解不开的麻烦 尽可以前来麒麟商会 岂微夫人余生历历 清脆悦耳 无论是神与天下哪一家麒麟商会 都会随时为他提供帮助 苏语愣住了 他的确惊诧 因为在李福游 一道玄的记忆中 虽然也曾和麒麟商会打过交道 可从不曾和麒麟商会产生过多少密切关系 可现在 岂微夫人却许下这样的承诺 这让苏语如何不意外 苏语道 据我所知 那苏语已是举世皆敌 而麒麟商会也一向从不曾掺和任何是非 为何你却敢对那苏语做出这样的许诺 岂微夫人眼神微妙 意味深长道 我麒麟商会可以专门为他一人魄力 而这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而是整个麒麟神族的决定 苏语心中一阵 对待自己这件事 是麒麟神族的安排 至于原因 岂微夫人说到这 却摇了摇头 你既不是苏语 也无需知道 苏语 他确信 这女人是故意在引诱自己 妄图让自己不打自招 想了想 他说道 说实话 换作我是苏语 却不会主动前来麒麟商会寻求帮助 为何 岂微夫人一愣 万一你们麒麟商会包藏货心怎么办 苏语说着 已笑着起身 晃了晃那一壶酒 酒我收下了 也多谢你盛情款待 告辞 他转身就走 岂微夫人却猝眉道 商骨之道 以信为重 我们怎可能会害你 这句话 但藏陷阱 冷不丁就会让人上当 苏语哪会听不出来 他不假思索道 我信得过你们 但 苏语可不见得信得过你们 说话时 他已走出大殿 渐行渐远 岂微夫人起身 来到大殿外 目送苏语的身影消失 不禁揉了揉眉间 嘀咕道 难道真的是自己猜错了 可为何 天韵神珠却一直在动 他掌心一番 浮现出一颗桂圆大小的雪白珠子 璀璨剔透 萦绕着如物似的神灰 老祖宗说 凭借天韵神珠 足可感应到那苏语的一丝气息 之前紫宝分明出现一动 察觉到了什么 可为何 那萧简不肯承认 岂微夫人脑海中 情不自禁地回忆 今晚苏语在交易会上的一举一动 陷入沉思 可若说萧简是苏语 却又不像 那一身烛龙血脉 纯正无比 根本无法伪装 岂微夫人秀眉紧促 似有些厌烦 道 婆婆 老奴在 无声无息的 一个面容磁合的挥发老玉 凭空出现 你帮我盯着那小姐 她不是要参加春秋道会吗 到时候 你亲眼看看 她在战斗中 显露出的气血 修为 神通 究竟是否源自 竹龙一脉 这 老玉汉手答应 嫌疾 老玉迟疑了一下 道 小姐 再过些年 黑暗神话时代就将来临 组长已多次传信 让您尽早启程回家 还不等说完 岂微夫人没好气打断道 婆婆 我都说多少次了 我父亲的话 根本无需理会 至于什么时候回家 全看我心情 老玉无奈地苦笑一声 不再多劝 而岂微夫人一对幽蓝的眸望着远处 心中难难道 小姐 你身上一定有问题 你既然不承认 我以后非当面揭穿你不可 到时候 我就把你抓回麒麟神族 问一问老祖宗 为何宁可坏了麒麟商会的规矩 也要帮你 简直 岂有此理 没人知道 作为春秋古城麒麟商会的总管 被南火神州那些大人物 兜里让三分的岂微夫人 实则 另有一个身份 深夜 春秋古城内繁华依旧 只是灯火已有些阑珊 苏义副手于背 行走于长街之上 心中也物质有些困惑 他确信 岂微夫人一定是看出了什么 才会怀疑他就是苏义 究竟是哪里出了破绽 苏义努力私存 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他兴许看出了什么 但定然无法真正断定我的真正身份 故而才会多次进行试探 苏义暗道 只要我不承认 他也没办法 至于岂微夫人说的那些话 也让苏义很不解 他完全无法想象 麒麟神族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 才会宁可坏了自己规矩 也要给予自己帮助 若此事是真的 那还好 若麒麟神族这么做是包藏祸心 事情可能就会有些严重了 毕竟 那岂微夫人已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了 注定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 站住 呼的 前方出现一群身影 为首的正是绝天魔庭的造化 竟尚未神牛魁 要动手 苏义神色平淡道 贪 牛魁神色阴冷道 放心 只要你配合 现在就交出断剑逍遥游 我兴许会网开一面 饶你一次 苏义问了一声 扭头就走 都懒得和对方扯淡 你这是真打算破罐子破摔 敬酒不吃吃罚酒 牛魁震怒 冰冷开口 有种你就动手 每种就滚远一点 苏义头也不回道 一下子 牛魁气的肺都快炸开 毛子中杀鸡汹涌 这竹龙一脉的杂碎 简直罪该万死 等着 后天的春秋到会上 就是你这杂碎的买骨之地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玉 第二千一百八十六章 春秋到会拉开帷幕 观兴楼 多谢萧兄 此等大人 我风是一足 避他日必有后报 风无忌脸上 尽是感激之色 之前 苏义将一份密图交给了他 其上详实地标注着 和集电魔窟有关的一切资料 连哪个区域凶险 哪个区域分布着 何等天灾和祸患 都一一罗裂了出来 而经由那位和风无忌 一起前来的老者查看 最终确定 这份密图是真的 价值之大 不可估量 既清楚了 我帮的是你 而不是你们宗族 苏义撂下这句话 便飘然而去 风无忌的祖父 就是罗侯妖祖 而罗侯妖祖则是 李福游的前世大敌之一 诚然 他此次交给风无忌的 这份密图 兴许能救 罗侯妖祖一命 可以后若有 灭杀罗侯妖祖的机会 苏义也断不会手软 这种态度 早在古神之路的时候 苏义就曾跟风无忌提过 乞丐 他好像并不待见 我们风是一族 那位老子咒眉道 什么叫不待见 风无忌不悦道 真不待见 怎会将那份密图拿出来 在我眼里 这萧简绝对是咱们的大安人 能瞅 说着 他想起一件事 道 对了 牛魁那老东西说 要在春秋的会上 对萧简不利 这件事咱们可不能不管 那位老者点了点头 这是自然 一日一早 春秋古城中央 御顶道场外 这里专门开始一个报名 参与春秋道会的地方 姓名 小姐 举侧道碑处 验证一下修为 一个灰袍 老者神色平淡道 苏义当即来道一侧 这里矗立着一座黑色道碑 当他把手掌 按在旗上 道碑顿时轰鸣起来 浮现出造物镜中期的字眼 这么做 是防止有人隐藏 或者压制道横 参与春秋道会 见此 灰袍老者在一块名牌上 镌刻下造物镜中期的字眼 而后问道 来自何处 东盛神州 竹龙一脉 苏义随口道 灰袍老者豁然抬头 惊讶地扫了苏义一眼 没想到 阁下竟是竹龙神族的 后裔 烈意私存 灰袍老者在名牌上 捐刻下这个消息 而后把名牌 递给苏义 明天清晨 便可前来参与道会 多谢 苏义收起名牌 转身而去 而在他刚离开不久 有关竹龙一脉 有关竹龙一脉 一位妖神参与此次春秋道会的消息 就在城中扩散而来 引起许多人关注 竹龙一脉 太久不曾出现了 久远到让世人都以为 这个族群只存在于传说中 而此次的春秋道会上 竟有竹龙一脉的妖神参加 任谁能不关注 这次春秋道会越来越热闹了 有人感慨 这些天 因为春秋道会即将召开的缘故 春秋古城也成为天下瞩目的地方之一 风云汇聚 一些有心人发现 目前报名参与这一场春秋道会的神明中 不只有来自南火神域各地的矿石人物 还有一些来自其他神州的强大存在 而苏义所乔庄加班的小姐 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除了他 还有一些来自范古神州 灵霄神州 东圣神州的厉害角色 据说 此次春秋道会之所以会如此热闹 和那苏义也分不开关系 这是为何 很简单 这苏义可是神域天下最受瞩目的一个焦点人物 如今就潜伏在南火神州 过往这段时间里 神域天下各地不知多少顶级大势力派人前来南火神州 为的就是找寻那苏义的下落 也因此 这一场春秋道会 才会引来不少其他神州的强者参加 向西天灵山佛子连生 三清道亭道子谢云青 以及其他一些名要神域天下的爵士人物 都是逢其会 以报名参与进来 若不是那苏义这一场春秋道会也注定不可能会这么热闹 这些议论在春秋古城的街头向尾不断响起 哪怕苏义不在乎也都听到了耳中 佛子连生竟然也来了 苏义眉头微挑 心中有些犯难 若在春秋道会上 把西天灵山这位举世无双的佛子打败 会不会太热眼了 罢了 我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加入青吴神庭 尽量低调一些为好 该放水 就得放一下水 读客 也不能表现太平庸 否则 如何让青吴神庭主动邀请我加入 就这般私存着 苏义已经返回昨夜所住的客栈中 回到房间 苏义盘膝而坐 开始静修 他对明天即将拉开帷幕的春秋道会并不感兴趣 也懒得在意 以他的道行 哪怕仅仅恢复一成实力 收拾造化境上 为神也不在话下 若不是为了进入青吴神庭 他都不会凑这个热闹 独策 凭借这些绝世神药 足可让我的伤势恢复到四成 修为也能在今天 恢复到两成地步 这笔钱花得直当 一边打坐炼化神药 苏义一边感知着自身的变化 这世上 若论苏义最在乎的事情 必然就是修行 也只有修行 才能让苏义感受到 发自内心的踏实和快乐 与此同时 在城中一座古老的大殿内 一众来自南火神州各大顶级巨头势力中的大人物们 正在燕影 共有十多人 男女老少皆有 他们明天将作为官吏嘉宾 出现在春秋道会之上 绝天魔亭长老牛魁赫然也在其中 这一次 你们清无神庭可太过疏忽大意了 怎么就眼睁睁看着那苏义 从你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宴席上 呼得一个白发老着叹息开口 顿时 在场许多目光都齐齐看向同一个人 那是个灰袍中年 肤色有黑 面容普通 坐在那很不起眼 铁文镜 清无神庭酒长老 一味造化镜上位神 的确 苍蓝界由你们清无神庭掌控 从苍蓝界前往南火神州的兴路 也由你们清无神庭把控 另一人讽刺道 可你们呢 却都没能把那苏义困在苍蓝界 着实不应该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或委婉或直接地抨击清无神庭 这让铁文镜脸色都阴沉下来 内心窝火 行了 都少说两句 在围堵苏义的行动中 清无神庭可损失不少神境强者 如今更是人为天下耻笑的对象 现在就少说点风凉话吧 有人笑呵呵打圆场 可话中的内容 也带着阴阳怪气的味道 铁文镜记得额头青筋直跳 可却只能憋屈地忍住 的确 这段时间里 因为没能将苏义围堵在苍蓝界这件事 让他们清无神庭颜面受损 威名扫地 不知多少同道都在看他们清无神庭的笑话 甚至一些堪称神域天下主宰势力的道头 都对他们清无神庭很不满 原因全都和苏义有关 认为他们清无神庭错失一个抓捕苏义的绝佳机会 太过无能 铁文镜心中也很委屈 那苏义若真有那般好对付 怎可能从仙界一路杀到神域中 当初在街隐星路上 那么多神主的本尊出手 为何没能将那苏义拦住 可这些话 他不能说 一旦说了 就是对那些神主的诋毁 依我看 你们清无神庭这次还是不要参加春秋道会了 有人好心提醒 毕竟 诗人都知道你们清无神庭栽了个跟头 再抛头霧面 怕是会引来不少非议 并且 我都能推断出 参与春秋道会的那些神明中 哪怕有心思加入某个势力中修行 怕也不会接受你们清无神庭的招揽 这番话一出 顿时引来不少笑声 铁文镜子气得鼻子都快歪了 道尔等能参加 为何我清无神庭不能 咱们走着瞧就是 说吧 他长身而起 拂袖而去 众人见此 都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 诸位 我有一件事要说 呼得 牛魁沉声开口 我派一个神镜强者 惨死在一个名叫萧锦的砸碎手中 而此子明天就将参加春秋道会 我派已决定 在此次春秋道会上 出动一些强者参与进去 灭杀子疗 以报血仇 还请诸位到时候莫要掺和进来 一番话 杀伐气十足 小姐 莫非就是那个竹龙一脉的后裔 原本我对她还很感兴趣的 打算邀请她加入我们宗门 可现在看来 她明天怕是很难活下来了 有人轻叹 的确可惜了 这小姐来自竹龙一脉 你们绝天摩亭就不担心得罪她身后的势力 众人七嘴八舌开口 对此 牛魁斩钉结铁道 不管她是谁 又有怎样的来历 和我绝天摩亭结仇 就必须死 众人心中凛然 都意识到牛魁主意已决 那小姐明天也注定在劫南逃 匆匆一天过去 一场让南火神州天下期待已久的春秋道会 在今日拉开了帷幕 天刚破晓 御顶道场外 已是人山人海 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 而在御顶道场内 官吏席上也已做了许许多来自各大顶级势力中的大人物 参与此次道会的强者 则都汇聚在道场一侧的席位上 一眼望去 偌大的道场之中满座尽神明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玉 第二千一百八十七章 飞了 苏毅也坐在席位中 没想到参与此次道会的神境人物 比我预想中要多不少 他一眼望去 参与此次春秋道会的强者 大部分是妖魔一脉的神明 也有来自佛门 道门 儒家 兵家 鬼门的一些强者 加起来足有六百余人 如此多神明汇聚在一起 仅仅是那等场面 就震撼人心 是所罕见 可若放在整个南火神州来看 就不算什么了 若放在整个神域天下 甚至都不值一提 原因无他 神道之路虽艰难 可在古来至今那无尽漫长的岁月中 成神者不断变多 陨落者则极其至少 此消彼掌之下 道柔间 仅仅一个顶级巨头势力中 都能拥有数百之众的神境人物 多个 一个纪元闻名的成神契机终究有限 在当今神域 正因为神明的数量庞大 夺取了世间绝大多数的成神契机 才让后来者在正道成神时 才会变得那般艰难 这也是为何 神域的一些神子级人物 都得前往仙界 纪元长河 古神之路中谋夺成神契机的原因所在 简单一句话 前人已经把成神的资源瓜分殆尽 后人想喝口汤 都变得无比艰难 于是 世间许多修士干脆选择了躺平 彻底摆烂了 根本不奢望能成神 多个 这一切影响不到那些大势力的传人 毕竟被靠大树 占据了世间大多数的修行资源 远不是那些无门无派的散修可比 而在神域天下 真正站在最上层的 则是那些顶级巨头势力 一如是俗中的门法和皇族 把空的世间一切资源 这也是为何 每一年的春秋道会 能吸引那么多神明参加的原因之一 谁不想进入顶级巨头势力中修行 谁不想成为神域天下真正的权贵 而只要在春秋道会上表现出众 就有机会被那些顶级巨头势力看中 一跃龙门 甚至一些小势力的掌门 小宗族的组长 都会不惜一切参与进来 渴望成为顶级巨头中的一员 这就是神域 无论谁想崛起 想变强 都需要向那些顶级巨头势力靠拢 反之就只能躺平 诚然神与天下分布着许多禁区和机缘之地 可想获得成神造化 又岂是那般容易的 一个最残酷的真相是 哪怕这世上还有许多未曾被发掘的机缘之地 真正有资格去夺取机缘的 也大多是那些顶级巨头势力 毕竟那些容易获得的机缘和造化 早就在过往岁月中 被那些大势力瓜分占据了 简而言之在神域 神明越多 越意味着后来这已经几乎没有成神正道的机会了 除非来一场足以颠覆神域天下的巨变 打破那固有的势力格局 推翻一切既得利益者 在以前 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 细数那些顶级巨头势力 哪个不是从最古老的年代屹立至今 纵使历尽世扶尘 也不曾被人撼动 当然 凡事无绝对 起码苏义就清楚 当黑暗神话时代来临 神域天下的一切都将被打破 陷入无尽的动荡之中 固有的一切都会面临被洗牌的威胁 就在苏义思绪如飞时 伴随着一道钟声响起 这一场万众期待的春秋道会拉开了帷幕 作为东道主 麒麟商会派遣了一位被称作魏老的上尉神坐镇 其他官礼席上 则有十多个顶级巨头势力的大人物猎席 绝天魔亭长老牛魁 亲无神亭长老铁文静等人都在其中 而在御顶道场中央 共不设九座神魔斗场 每座神魔斗场 皆覆盖着禁阵 足可抵消神主及以下的战斗波动 此时 在那九座神魔斗场中 已同时在上演大道争锋 此次参与道会的神明 绝大多数是造物镜下卫神 也有极少数造极镜中卫神 上位神则没有一个 这也正常 但凡上位神 都已是世间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身份崇高 地位超然 背后占有大势力 哪怕他们要改换门亭 加入某个巨头势力中 也无需通过春秋道会 直接找上门去 就会被破格录用 并且还能担任重要职务 告恩 此时在九座神魔斗场中的大道争锋 大多是在下位神之间展开 战况很激烈 引来场中一阵阵惊呼声 喝彩声 官吏席上的大人物们 也都在认真观战 看是否能提前选出一些值得拉拢的角色 唯有苏毅喊无聊 百无聊赖 那些大道争锋的确喊精彩喊激烈 可这等层次的对决 早入不了他的法眼 换作其他时候 他早离喜而去 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可现在 为了成功混入清无神庭 他只能忍一忍 小姐何在 该你上场了 很快 一道仓老的声音响起 顿时 场中许多目光看向了苏毅 对此 苏毅完全无视了 直接起身 凭空一闪 就来到一座空出的神魔斗场上 那就是竹龙一脉的妖神小姐 他还 等着看吧 我听说在此次春秋道会上 他将倒大煤 一阵议论声响起 官里席上 那些大人物们的目光 也都看向了苏毅 神色各异 他们都清楚 这年轻人已被决天魔庭判了死刑 牛魁也在望着苏毅 眼神淡漠冷酷 这一次 他亲自为苏毅准备了一些对手 肖剑已登民神魔斗场 但凡造物净修备的强者 都可以上前 与之论道对决 一个老者沉声开口 操 声音刚响起 一道身影就挪移虚空 来到了苏毅所在的神魔斗场上 这是一个黑袍男子 身影齐长 满头雪白长发 眼眸如刀锋般狭长冷立 随着此人出现 场中顿时掀起一阵骚动 那些在关注其他神魔斗场对决的人们 目光也都被吸引过去 因为出场的黑袍男子名叫于庆 绝天魔庭核心传人 南火神州最受瞩目的绝世神子之一 前些年的时候 才刚正道成神 可他的战力 已让许多老辈下为神暗人失色 于庆这般耀眼人物 怎会参与到春秋道会上 他可都是顶级巨头势力的核心传人了 春秋道会可没规定 不允许顶级巨头势力的强者参加 依我看 于庆此来 应该只是为了论道切磋 如此说 那竹龙一脉的削减可遇到劲敌了 在场众人都不禁期待起来 现在出场对决的强者中 最受瞩目的当属萧简和于庆无疑 老牛 你就不担心于庆出事 官礼席上 一位大人物不禁问道 他 牛魁笑起来 淡淡道 于庆出场 是要称量一下那萧简的实力和底细 而非为了生死对决 当然 若那萧简输了的话 也注定会和死掉没什么区别 众人目光闪烁 大都明白了牛魁的意图 于庆出场 先摸清萧简的虚实 若萧简惨败 必会被于庆彻底废掉 如此一来 的确和死掉没区别 毕竟 哪怕是公平的厮杀对战中 不小心把人打残打废了的事情 也时常会发生 反之 若于庆输了也不要紧 牛魁必然还安排了 比于庆更强大的角色 等待着去对付那萧简 你们决天摩庭可真够无耻的 封无忌毫不客气骂道 他也在官礼席上 将这番话听了个一清二楚 一众大人物神色各异 都默不作声 谁会不清楚 古族封是和决天摩庭之间的恩怨 我可没有破坏规则 谈何卑鄙 牛魁一声冷笑 都懒得去和封无忌这样一个小辈掰扯 不再理会对方 封无忌皱眉 脸色有些阴沉 交谈时 苏毅所在的那座神魔斗场中 一袭黑袍的于庆以神色淡漠开口 我名于庆 绝天摩庭传人 苏毅直接打断道 别废话 动手救世 众人 这小姐 好骄横霸道的态度 一些大人物都证了一下 不过越是如此 反倒让那些大人物心生期待 竹龙一脉的强者 已太久不曾出现世间 这小姐身怀竹龙血脉 又该有怎样强大的实力 许多人秉息宁神 全副身心关注 而于庆的脸色都一下子阴沉下来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众目睽睽之下 这小姐竟然如此不给面子 看 她一身气急轰鸣 黑袍无风自动 高大的身影上 有滔天的赤色魔艳似虐而出 那等一幕 让许多人侧目 震惊不已 只看气息 就让人清楚 身为绝天摩庭 核心传人的于庆 是一位超一流的造物镜存在 万中无一 牛魁神色肩不禁浮现一抹自得 悠然道 这小姐若能败在于庆手中 也算是一桩姓氏了 毕竟 不是随随便被谁 都有资格让于庆亲自动手 刚说到这 安 神魔斗场上 于庆的身影横空倒飞出去 砸落在地上时 摔出了一个狗吃屎的造型 全场死记 原本嘈杂喧嚣的声浪都戛然而止 人们睁大眼睛 满脸错愕 不少人脑袋都懵了 刚才那一瞬 发生了什么事 于庆怎么就一下子飞了出去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玉 第二千一百八十八章 演戏太辛苦了 于庆败了 甚至大多数人都没看清 他是如何败的 直接就飞出神魔斗场 摔了一个灰头土脸 所有人称目结舌 唯有在场那些大人物看得清楚 在于庆运转一身道横之后 那萧锦骤然间出手 横空一拳砸出 便是如破竹斑 将于庆轰飞 快若闪电 视若破轴 这竹龙一脉的妖神好强 分明是造物镜层次中的绝世人物 才能拥有碾压于庆的实力 有人难难 于庆本就是顶尖层次的下位神 能碾压他的 也只有那些堪称绝世的存在 这很容易做出判断 牛魁那张老脸都僵住 胸口发闷 一击 于庆就败了 这让他都完全没预料到 厉害 无愧是竹龙后裔 这般战力 足可在造物镜中称得上绝世二字 放眼整个南火神舟镜内 也绝对是最顶尖级的存在 风无忌惊喜 福长赞叹 的确很不错 也很难得 作为东道主的魏老 在此刻也汉守道 依我看 这小简绝对有潜力晋升此次春秋道会的前三十之列 顿时官里席上一阵骚动 那些来自顶级巨头势力的大人物们 都不禁开始重新评估苏裔的潜能 若这小简能加入我轻无神庭就好了 铁文静轻语 此话一出 顿时引来一阵笑声 老铁 你就别想了 谁不知道你们轻无神庭这段时间有多狼狈 有人调侃 似小简这样的角色 注定不可能选择加入你们轻无神庭 有人言之凿凿 铁文静脸色阴沉 一语不发 他 诸位 春秋道会才刚开始 那小简可不见得能走到最后 牛魁咬牙说道 众人心中凛然 谁都清楚 来自绝天魔庭的牛魁早对那小简产生杀心 与此同时 这不公平 他卑鄙地进行偷袭 才让我一时失察 不小心落败 于庆大叫 他面容猙獰 震怒无边 一击 就惨遭淘汰 这让他颜面扫地 内心充满耻辱 根本不用想 今天的事情传出去 他于庆不只会人为宗门的一个笑话 还会在整个南火神州抬不起头来 苏毅一声审笑 都懒得理会 转身就离开了神魔斗场 他已经赢了 只需等待参与下一轮论道争锋便可 小姐 你可敢与我再战一场 于庆大贺 可自始至终 苏毅都没搭理他 连作为裁判的那位老者都看不下去了 冷冷道 输了就是输了 一场对决而已 就让你这般失态 简直就是替你们绝天魔亭蒙羞 于庆浑身一僵 旋即咬牙 一言不发离开 这一场对决 就此结束 苏毅显露出的实力 也是引发全场侧目 得到许多人重视和留意 西天灵山佛子连声 三清道亭道子谢云青 都在打量苏毅 对此 苏毅统统无视了 他心中有些不确定 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太抢眼了 毕竟 受到的关注越多 就越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接下来的战斗 尽量克制一些 苏毅暗道 时间推移 一个时辰后 第一轮对决结束 共计一半的神明 惨遭淘汰出局 很快 第二轮对决上演 这一次 苏毅的对手是一个造物镜 大圆满下位神 实力极为强悍 可相比起来 和于庆也差不多 苏毅很无奈 哪怕他想保留实力 尽量低调一些 可碰到这样的对手 都没有可保留的机会 毕竟 一旦他故意放水 明眼人都能看出不对劲 告恩 他干脆利索地将对手击败 结束战斗 转身离开 连续两次轻松获胜 也让苏毅受到更多的关注 一些大人物已经开始在心中盘算 若萧姐能杀尽前十 那么宁可豁出去和牛魁翻脸 也要争取把萧姐拉进他们所在的宗门 萧道友可真够厉害的 那一身竹龙血脉力量简直强横的可怕 风无忌不断称赞 故意恶心牛魁 牛魁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只是任谁都看出 他心中憋了一股气 半个时辰后 第二轮对决结束 再次淘汰一半的对手 场中 已只剩下一百余位神明 第三轮对决时 苏伊总算碰到了一个实力远在于庆之上的对手 这一次 他故意保留实力 克制一招制敌的冲动 势敌已弱 和对手看似激烈的争锋起来 外人眼中 这一场对决的确很惊心动魄 杀得平分秋色 难解难分 可没人知道 苏伊忍得有多辛苦 诚然 他现在的倒横指恢复两成 可在这一场对决中所动用的战力 连两成中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最终 苏伊在显向还生 穷途末路般的处境中 艰难地翻盘 击败了对手 为了把戏份演足 在获胜后 他还故意剧烈咳嗽了一阵 走路也摇摇晃晃 饶是如此 当这一场对决结束 场中还是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呼声 为他喝彩 连那些大人物们都认为 这是一场棋逢对手的巅峰之战 还好 在这第三轮对决中 表现最出众 让全场最关注的 并不是苏伊 而是佛子连生 道子谢云青这些很久以前 就名扬神域天下的风云人物 相比苏伊的艰难获胜 佛子连生等人则赢得很轻松 一路碾压对手 这一切也让苏伊的风头被压盖下去 人们下意识里 已经不把他视作能够和佛子连生比肩的人物 对此 苏伊很满意 不枉他辛苦压制实力 费尽心思去演戏 只要不那么引人注目 对他而言 就达到了目的 第三轮对决结束后 场中只剩下不足五十位神境强者 第四轮对决 但照规矩 可以由参与到会的神境强者自由选择对手 可以拒绝 但拒绝的机会只有一次 当开始选择对手时 有人第一时间出生 要和苏伊对战 这是个面容白皙妖艺 气质阴柔冰冷的绿袍男子 身影其长瘦弱 可当看到他对苏伊勋战时 全场顿时引发轰动 聂缺 一个曾经是绝天魔庭最耀眼的绝世神子 在其成神时 更容炼出一块第一品神格 在南火神州的威名之声 近乎如日中天 在场之辈 只有佛子连生 道子谢云青等寥寥几个绝世存在 才能压概聂缺三分 其他人根本无法和聂缺比较 而早在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 聂缺足可在此次春秋道会上 跻身前五之列 可大多数人都没想到 聂缺会在这第四轮的时候 直接选萧简为对手 只有那些官礼台上的大人物们 早预料到了这一幕 心中都不禁暗叹 这削减完了 第三轮对战中 已赢得那般艰难和吃力 拿什么去和聂缺这等风云人物对抗 封无忌眉头也皱起 难难道 他妈的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同样是绝世神子 封无忌哪会不清楚聂缺的可怕 嘴巴干净点 什么叫欺负 春秋道会的规矩 可是最公平的 牛魁呵斥道 他心中很亢奋 总算等到了这一刻 接下来 就将见证萧简被杀的血腥一幕上演 萧简可敢和我一决 聂缺眼眸阴冷 平静地看着苏毅 许多人下意识认为 苏毅会拒绝 可苏毅没有 他可以主动退让 但却断不会在对手 挑衅上门的时候退缩 哈 苏毅答应了 心中实则很无奈 没办法 又得琢磨着该如何压制一身修备的情况下 以惨胜的方式收拾掉此次的对手了 萧简竟然答应了 全场哗然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 欲强则强 绝不退缩 简直就是我被楷模 有人大叫 为苏毅喝彩 事实上 苏毅的举动 的确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连那些大人物们都为之侧目 胜负 只是一时的 可一场对决中 却能看出一个人的气魄和胆识 独错 真不错 聂缺笑着拍手 等对决时 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苏毅像看傻子一样 瞥了聂缺一眼 就不再理会 很快 第四轮对决上演 相比前三轮 第四轮的战斗和对决 无疑更精彩 堪称是同镜之间 最顶尖级的角逐 佛子连生 盗子谢云青陆续登场 所显露出的战力 也是引发场中 一次又一次轰动 没有意外 这些爵士人物都获胜了 正于 轮到苏毅和聂缺对决了 这一战 同样引发全场关注 当战斗刚开始 聂缺就施展出 堪称恐怖的战力 一举压制住苏毅的攻势 而苏毅则节节败退 处境险向还生 好几次差点被镇压 这让许多人 都不禁替他捏一把汗 而聂缺的战力之强 也让人为之震撼 这削减要输了 人们做出如此预断 实力差距很明显 任谁都能看出 撤 牛魁面容森然道 他就是想输 也不会输的那般容易 刚说到这 战场发生变故 聂缺一击之下 直接将苏毅整个人轰飞出去 差一点就跌落在神魔斗场外 场中响起一阵惊呼 而趁此机会 聂缺那一对冰冷的某种 暴射出一对血色神芒 划破长空 狠狠披进苏伊的石海中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魔仙 魔裕 第二千一百八十九章 香啵啵 这一刹 牛魁不禁笑起来 赤殿之童 聂缺所掌握的禁忌神童 一旦被批中 神魂会彻底沦陷 被聂缺掌控 到那时 这小简就和提现木偶没区别 生死不由己 而这 正是牛魁所要达到的目的 只需控制住苏毅 无需下死守 等春秋到会结束 苏毅就会被他任凭拿捏 这一刹 官里席上一众大人物都不禁紧张 风无忌更是脸色大变 可也是这一刹 聂缺却发生一道凄厉的惨叫 整个人狠狠倒飞出去 他浑身抽搐 像发了扬颠风似的 躺在地上 竟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脸上写满了痛苦 这 众人错愕 脑袋发忙 这是发生了什么 明明占据绝对优势的孽缺 怎会在眨眼间就被击溃了 怎会这样 牛魁脸上的笑容凝固 眼珠差点掉下来 这一幕实在太诡异 别说在场其他人 就是那些官里席上的大人物们 也都不清楚在那一瞬发生了什么 唯有作为东道主的魏老斯意识到什么 吃惊到 寄业之墓 这是竹龙神族的天赋神通 一旦被击中 神魂和心境如坠黑暗深渊 躯体则会被彻底禁锢 无力挣扎 他神色间都是震撼 这一次 拈绝大意了 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寄灭之墓 竹龙一脉的禁忌神通 那些大人物倒吸凉气 这等神通该有何等恐怖 竟然让那已注定必败的小姐在此刻实现了绝地反击 寄业之墓 牛魁双拳猛的钻井 脸色铁青 气得肺都快炸开 他都没想到 在关键时刻 聂缺会败在这样一个禁忌神通之下 而此时 全场已彻底轰动 哗然声四起 人们都被惊动 这一战 实在太出人意料 占据绝对优势的聂缺 却落败了 谁能不震惊 神魔斗场中 苏毅气喘吁吁 披头散发 显得很狼狈 可在众人眼中 他身上已多出一股无形的威势 诚然 聂缺或许是因为大意落败 可慕庸质疑的是 竹龙一脉的忌夜之墓神通无比可怕 不出意外 经此一战 这门神通也必将传遍时间 引发轰动 这一场对决 也就此结束 可恶 怎会这样 牛魁面容铁青 愤怒欲狂 而其他大人物们 看向苏毅的目光 已带上毫不掩饰的欣赏 这等绝世人物 若能加入他们所在的道统 绝对等于捡到宝了 哈哈哈哈 风无忌放肆地狂笑起来 虽然一个字都没有说 可那笑声中的讽刺意味 让牛魁气得快要吐血 在场之中 唯独苏毅感觉很无聊 甚至内心生出一丝羞耻感 这般玩弄对手 着实有损风度啊 嫌疾 苏毅就摇了摇头 装低调的目的已达到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中 第四轮对决陆续上演 直至结束时 场中只剩下二十余个强者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第五轮对决中 争夺前十的席位 可就在这第五轮对决上演之前 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苏毅主动站出 表态因为自身负伤太重 不再参加接下来的对决 这引发全场骚动 许多人为之惋惜 可也有许多人清楚 认为苏毅显露出的战力 能撑到第五轮之前 已实属难得 这时候退下 也算是急流勇退 合情合理 小友且留步 呼得 官里席上 一位身着紫袍的大人物起身 笑着发出邀请 不知小友可愿加入我九旋邀庭 看 全场轰动 这春秋的会还没结束 一位顶级巨头的大人物就按捺不住 提前对肖剑发出邀请 这让谁能不羡慕 牛魁则急眼了 道 柳兄 你最清楚 那肖剑是我们绝天魔亭的仇敌 你怎么能这么做 那紫袍男子只笑了笑 根本不理会 柳道友 你这么做的确很不地道 莫弟 又一个大人物站起来 道 这肖剑身怀竹龙血脉 最适合进入我红尘魔土中修行 说着 他笑着朝远处的苏毅拱了拱手 小友 你若选择加入我红尘魔土 我可以保证 必不会亏待你 又一个顶级巨头势力发出了邀请 直接在和九玄妖亭抢人 全场又是一阵骚动 许多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牛魁则积极败坏 道 尔党可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非要因为一个小姐 和我决天魔亭作对 这怎么能叫作对 又一位大人物起身 不管小姐和你们绝天魔亭什么恩怨 就凭她这一身的实力和潜能 就值得我东华间隔不惜一切去争取 紧跟着陆续又有其他大人物表态 开出丰厚诱人的条件 邀请苏毅加入 一下子 苏毅完全成了香波波 人人争抢 精调不知多少下巴 而牛魁则积得胡须乱颤 傻眼了 打破脑袋 他都没想到会上演这样的局面 甚至 就连封无忌都发出邀请 希望苏毅加入古族丰氏 并且开出的条件更丰厚 更诱人 直至当见到青无神庭的铁文静也起身 去邀请苏毅加入时 牛魁简直都快气疯了 事到 铁文静 也不看看你们青无神庭的处境 哪还有脸掺合进来 可此时 苏毅开口道 我的确对加入青无神庭很感兴趣 一句话 就像当面打脸 让牛魁一张老脸憋得战红 而其他大人物则都愣住 似不敢相信苏毅会直接表态要加入青无神庭 连铁文静都差点以为听错了 他对能否邀请苏毅进入青无神庭并没有多少把握 毕竟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可谁曾想 事态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小友所说 可是真的 铁文静忍不住问道 这是自然 苏毅汉手 我此来参加春秋道会时 就已有决断 若要选一个修行势力加入 青无神庭便是首选 一番话 让铁文静狂喜 没烧眼角都是笑意 直接到 等春秋道会结束 小友就可以跟我回宗门 其他大人物见此 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遗憾地接受 至此 这个小插曲落幕 第五轮对决终于上演 可苏毅已经无心观看 他已达到此行的目的 御顶道场的一个角落 跑跑 你可看出什么没有 岂微夫人传音问询 他乔装一仍 素面朝天 一直在角落处观战 可让他感到困惑的是 那小姐哪怕是在战斗中 所动用的也是 竹龙一脉的独门传承 魂看不出一丝破绽 无可质疑 他必是竹龙后裔 那一身的竹龙血脉 和独有的神童 根本做不得假 老玉开口 不过 在之前的厮杀战斗中 他一直保留了实力 岂微夫人惊恶 保留实力 可他之前在第三 第四轮的对决中 明明都是惨剩了 他可以瞒过在场所有人 但瞒不过我 老玉面容此和 眸光深邃 他之前那些狼狈和不堪 的确看不出丝毫破绽 可他一身的契机太稳了 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准中 不曾变强 也不曾衰弱 你应该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岂微夫人略意私喘 恍然大悟 的确 但凡厮杀战斗 要么遇错遇有 要么再而衰散而结 可这萧锦的气息的确太稳了 说着他秀没促起 可他为何要隐瞒实力 并且还在第四轮对决之后 就主动退出了 或许他已达到了他此来的目的 老玉一味深长道 毕竟那些顶级巨头势力 都已争相对他发出邀请 根本无需再在意此次 道会的排名 我明白了 他是为了进入清无神庭 岂微夫人心谋亮晶晶的 这家伙肯定早有续谋 为的就是借这一次春秋道会 进入清无神庭 而他这么做 必然另有深意 我甚至怀疑 他加入清无神庭 恐怕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老玉不禁欣然道 小姐的推测 道也不错 这小姐身上必然另有秘密 多个 这世上谁人身上没有秘密呢 我们倒也无需理会这些 但 岂微夫人眨了眨心谋 但 我对他身上的秘密 可务必感兴趣 说着 他当机立断 吩咐道 婆婆 我也要去清无神庭修行 你帮我安排一个身份 最好不以人瞩目 也不要暴露我的身世 老玉恶然 道 小姐 清无神庭 好歹也是顶级巨头势力 你若前往修行 必瞒不住那些 道横恐怖的老家伙们的法眼 他正要继续相劝 岂微夫人已满不在乎道 不管这些 这一次 我非要去清无神庭看一看 那小姐要做什么 老玉一阵苦笑 知道再劝不住 最终勉为其难地搭应下来 就知道婆婆对疼我了 岂微夫人亲密地揽住老玉的肩膀 眼眸弯弯 笑容甜美 等以后 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老玉悠悠说道 只要小姐少闯点货 老玉已满足了 岂微夫人笑嘻嘻道 等我去了清无神庭 一定安分守己 当个老是本分的人 老玉翻了个白眼 他怎会不清楚 自家这位小姐的秉信 一旦使性子撒野 能把天都捅破一个窟窿 想到这 老玉不禁有些担忧 不是为自家小姐的安危担忧 而是担心清无神庭 经受不住自家小姐折腾 得有什么着急的事情 竟需要我父亲 动用火灵神域传信 呼得 岂微夫人掌心一番 一块火红的玉佩浮现而出 当看完玉佩中的内容 岂微夫人不禁挣住 出大事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玉 第2190章 哭锦在线 小姐 族长说了什么 老玉一眼察觉到 小姐的神色不对劲 岂微夫人眸光恍惚 难难道 那一口哭锦又出现了 哭锦 老玉一正 旋即毛骨悚然 在神域 有两个地方 被列为禁道之的 一个是九天云外 一个是九渊之下 九天云外 指的是神域的天穷最深处 九重天幕之外 那里 被列为神域天下不容碰触的禁区 禁断一切大道 据说 唯有碰触到命运长河之人 才有机会去探寻 除此 便是九炼神主前往 也会被打碎一身道行 魂飞魄散 而九渊之下 位于那早已沦为生命废墟的中土神州内 在神域最古老的年代 原本有五大神州 可早在很久以前 中土神州发生巨变 彻底塌陷沉沦 被无尽禁忌再结力量冷罩 彻底沦为生机全无的一个废墟之地 自那以后 中土神州也就成为神域天下最大的禁区 再无人能前往 九渊之下 便在中土神州内 所谓九天云外 神魔不渡 九渊之下 万灵不存 便由此而来 这两个禁道知的 也是神域天下最神秘和未知的禁区 至今无人知道 这两道禁区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而在古老的岁月中 曾在那九天云外 出现过一口枯井 那枯井无比诡异 只要出现在神域天下 必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灾祸 这种灾祸 被称作断道之灾 专门针对他族神境的强者 无论是谁 无论什么修备 只要见到这一口枯井 必遭断道之灾 轻则被斩掉一身道行 众则直接魂飞魄散 最可怕的是 那一口枯井的出现 就像一个预兆 意味着神域天下将出现动荡 灾祸和混乱 在很久以前 那一口枯井出现时 整个神域天下之中 迎来了一场长达八千年的动荡 那时候 天下各地灾祸频发 各种诡异和不祥的事物 层出不穷 扰乱天下 掀起不知多少血腥和混乱 那八千年的动荡中 更不知有多少修行势力覆灭 多少生灵消亡于血腥动荡中 当初更有多达九位神主及人物 在那一场波及天下的动荡中陨落 可以说 那一口来自九天云外的神秘枯井 就像一场天灾的预兆 诡异可怕 而这也正是让老玉变色的原因 再过数十年 黑暗神话时代就将来临 这等时候 偏偏那一口充满不祥和诡异的神秘古井 又一次出现了 老玉叹了口气 神色凝重 这恐怕是一场大乱的序幕 从今以后这些年里 神域天下必将出现 越来越多的灾厄和不可预测的变数 岂微夫人猝眉道 婆婆 那一口枯井真有那般可怕 她代表着断道之灾将出现 与试着神域天下将会出现大灾祸 大混乱 最重要的是 老玉神色复杂道 她此次出现的时机太甚人了 谁都知道 数十年后 黑暗神话时代就将来临 而她的出现 似乎也在预兆 一场大灾变将在神域拉开序幕 你说 她是不是很可怕 早在很久以前 世间那些神主就给那一口枯井起了个名字 叫她断道之井 意味着灾祸和不祥 岂微夫人顿时默然 你父亲还说了什么 老玉问道 他只让我小心一些 岂微夫人随口道 老玉道 当真 的 岂微夫人撇嘴道 父亲他还说让我回家 可这注定不可能 清无神庭 我去定了 老玉顿感无奈 当天 春秋道会落下帷幕 佛子连生 道子谢云青等旷石人物 无不大放异彩 分别基身第一 第二等位置 受尽着目 相比起来 苏毅所假冒的小简 虽比不过那些旷石人物 可也表现出众 引发许多关注 当晚 作为东道主的麒麟商会未老 举办了一场宴席 专门款待排名前三十的强者 参与宴席的 还有那些顶级巨头中的大人物们 苏毅原本不想参加 可没办法 他以表态加入清无神庭 当春秋道会落幕后 他就被清无道庭酒长老铁文静热情邀请 不得不前来赴宴 那一口枯井真的再次出现了 独策 据确切消息说 那段道之井出现在了 灵霄神州百花神山附近 目睹那一口枯井的三位神明 全都遭受段道之灾 两死一伤 完了 一场大乱注定将席卷神于天下 酒席上 人们谈起了那一口神秘的段道之后 全都被惊到 忧心忡忡 段道之井 苏毅谋泛一色 李浮游曾亲眼见过那一口枯井 不过当时 李浮游史海中拥有酒欲见 故而抵挡住了来自那一口枯井的段道之灾 也是那次经历 让李浮游推断出 那一口枯井就像是一种无上秩序的化身 代表着灾祸和不祥 哪怕酒恋神主遇到 下场也会很惨 多个 连李浮游也不清楚 那一口枯井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若有机会 倒是真想再见一件那一口枯井 苏毅心中暗道 拥有李浮游记忆的他 一直怀疑那一口枯井藏有大秘密 甚至拥有生命 小游也在为断道之井的事情而烦忧 一侧 铁文静眼见苏毅沉默不语 还以为他被断道之井的事情惊到 不禁温声安抚道 你无需担心 以后你就是轻无神庭的门人 哪怕这神域天下发生再大的动荡 也影响不到咱们 一番话 说得屁腻自信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上一次那段道之井出现时 虽在神域天下掀起长达八千年的动荡和灾祸 可世间那些顶级巨头势力 却很少遭受到严重冲击的 我不是担心这些 苏毅笑了笑 他看得出 铁文静很欣赏自己 哪怕身为清无神庭长老 对待自己时也很尊重和客气 不担心就好 等明天清晨 我们就启程返回宗门 铁文静笑说道 到时候 我亲自为你筹办加入宗门的一切手续 苏义汉手道 有劳铁长老了 酒宴结束 宾客离开的时候 决天魔庭的牛魁呼的来到苏毅身前 告诉你 除非你一辈子躲藏在清无神庭中 否则 你早晚的死 牛魁眼神冰冷森染 牛魁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一旁 铁文静脸色一沉 各愤 他 他杀了我派的一位妖神 乃是我派的仇人 你们清无神庭却将他招揽到总宗门中 这分明就是不给我决天魔庭面子 牛魁冷笑道 既如此 我又何须再跟你客气 说吧 他拂袖而去 铁文静脸色阴沉 明显愤怒 可最终他忍住了 道 小姐 你不必担心这些 你加入我清无神庭后 这些威胁 自有宗门帮你去抵挡 苏义点了点头 玄机冷不丁传音道 铁长老 不如咱们一起联手 杀了那牛魁如何 柔翠 自可解决隐患 一劳永逸 铁文静顿时吓了一跳 这小子未免也太大胆 那牛魁乃是上位神 其实那般好杀的 更别说 一旦消息暴露 势必会引发两个顶级道统之间的冲突 那后果可就麻烦了 这可使不得 别说我们没机会杀那牛魁了 就是有 也不能这么做 铁文静苦口婆心 为苏义讲解其中的利弊和后果 苏义只笑了笑 不再说什么 心中则已经打定主意 以后找个机会 一定要杀了这牛魁 愁彩 也要找到那名叫王堂的家伙 将捷运散给夺过来 一日一早 铁文静和苏义一起离开了春秋古城 之后乘坐宝船 朝清吴神庭略去 不出七天 我们便可抵达宗门 对了 你为何会从东盛神州前来南火神州求道 宝船上 铁文静在和苏义交谈 苏义随口道 南火神州是妖秀的天下 而清吴神庭则是妖秀一脉的顶级巨头势力 我早已仰慕已久 之前在南火神州闯荡时 就已想过若有机会 一定要加入清吴神庭 铁文静露出笑容 心中很是自豪 道 你来自竹龙一脉 天赋一饼 血脉惊世 以后进入宗门后 必会得到重视 接着 他又问起竹龙一脉的事情 明显对苏义的来历很好奇 苏义随意编了一些假话 搪塞了过去 铁文静也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妥 原因很简单 竹龙一脉消失太久了 谁也不清楚竹龙一脉是什么情况 而借此机会 苏义也跟铁文静打探了一些和清吴神庭有关的事情 那铁探老可知道 铁掌老祖何时才会重返宗门 苏义眉头微皱 铁探老祖就是化铁探 一道玄妻子与新瑶的师弟 此人曾背叛一道玄夫妇 选择和诸天神佛一起联手 在清吴神庭设局埋伏一道玄夫妇 也是在那一战 为了给一道玄杀出一线生计 与新瑶不惜拼命 就此相消欲云 苏义此去清吴神庭的墓地 就和这一场血海深仇有关 可谁曾想 按铁文静所言 华鸿真早在很多年前就已外出云游 至今不曾回来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